APEC年度會議正在美國舊金山舉行 今年的重頭戲是美中元首拜席會 TVBS國際評論員余文綺 獨家專訪美國APEC大使莫瑞 如何看待這場領袖高峰會 APEC台灣領袖代表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第七度代表台灣語會 除了傳達蔡總統 台灣將致力促進區域和平的訊息 也將討論半導體供應鏈議題 APEC成立於1989年當時成立的目的是為了推動區域貿易自由化和經濟一體化 每年舉行一次元首峰會及多次部長級會議 推動區域內的經濟成長和穩定 有人認為APEC的重要地位已經不在 但莫瑞認為仍有其必要性 APEC, as you know,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features 21 economies that make up half of global trade and roughly 60% of global GDP and as you said, Taiwan is an important member of that under the name of Chinese Taipei 莫瑞其派 美國利用主辦APEC的機會與其他經濟體合作 研究如何促進永續發展 擁有更健康的數位經濟 以及促進地區的包容性 共同應對經濟和貿易合作的各種挑戰 TVBS新聞綜合報導